美夏的创始人 海波 大家好,我是美夏的创始人海波 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吉斯塔坡 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做的事情 我是一个双一种理想主义,追求完美 然而我把这一帮人 和我同样的秩序场合的人 临界到愉快 我们在一同驱动的一款在线的企业 科普软件,美夏 我们都知道从商品单身的第一天开始 服务水质出现 传统的解决服务的方式 沿用资金,已有50年历史的 战线的电话 我们经常会体会到我去哪一个 客户的电话 不是那边的战线 就是要往很多很多的成绩去选择 123,才能找到客户 甚至第一次 还没法把问题解决 那么 对于企业来讲 它的企业成本不断的上升 无奈之下 只有选择把这样的服务中心 外包给第三方 那么进入了PC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 沿用资金15年的这些在线客户软件 这个体验 非常的糟糟糕 甚至说我一上他的网站 他给我弹一个窗 骗我去点击 其实这样的体验 已经把你的客户夹走 那么 在国外 其实这个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们的软件都非常的优雅 以及以SaaS的方式 面向这些中小企业 适用于在线电商 在线医疗 在线教育 等等这些应用的场景 那么 比如像Zendesk 这样在台外已经上市的公司 包括像Live Chain 他们只有32个人 但是他们是欧洲的上市公司 以及像已经上市的Live House 即将上市的French Desk 在海外这是一个 接近百亿美金的 在线市场 那么随着全球的移民 全球的移动化的 时代等到来 我们也 是时候 爱合传统的Cosent 在线的PC客户软件 说在线市场 那么美洽 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去解决当今的客户软件 我们叫All-in-one 企业面向用户的在线 有非常多的窗口 比如它的手机的网站 它的APP 它的微信公众账号 它的微博等等 传统的方式 企业需要把这些 登陆不同的软件 是吧 安排不同的客户人员 去回复各个渠道来的客户 现在 有了尾下 企业只需要把这些渠道 绑定到尾下里面 用我们统一的工作平台 即可以响应完成 这是我们的一个电商的客户 当一个客户进入了 他的商品的页面 他可以点击一个小按钮 这个时候就可以发起 客户的一个在线的对话 可以发语音 可以拍照 甚至他回到了PC的页面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自动的投入信息 保持用户的一个 咨询的历史记录 的多端投入 对用户来讲 体验非常的流畅 那么 其实做到这些 我们认为 也很远远的不够 更多来讲 作为美加 我们其实是去定义了 一个企业 和用户的一个互动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美加的客户里面上 咨询一个活动 可能企业会推出 它的一些活动的专题 商品的购买 直接的呈现给用户 那么如果一个用户问 如果一个用户问 在对话游里面 把信息直接完成 包括像 发送贷金券 发送企业券 这样的行为 也一样的 在对话游里面完成 甚至包括在线的支付 比如我给你 我和你在线的医生 聊得比较好 那你过来挂一个号吧 我推一个企业 你马上去支付给我们 那么对于企业的客户来讲 他登陆了美加的平台以后 可以低队多的去服务客户 他甚至也可以使用我们的移动端 去补在办公室里面 在户外 也可以随时随地地保持 和他的客户的人性 他的管理员 可以你们两人的 探讨各个客户的工作的 数据的统计 分析他各个取得过来客户的 一些行为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也仅仅是为企业 提供了一个 有美的一个客户工具 但是也并没有把企业 真正的客户服务的问题 它的服务质量的问题解决 我们都知道 苹果公司它厉害的地方 其实并不是说 因为它造了iPhone 而是它为用户提供了iPhone 背后的内容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学习 因为这些APP 我们离不开它 一样的 对于本家来讲 我们未来 也希望通过Software 加上Service Store的方式 为这些宗教企业 解决它的服务难题 包括比如说 我们和小米 像杨婷导师合作 它能提供全国最专业的客户的即销的考核 实现方式 以及最优秀的 像做第三方平台运营的 像微博这样的微信的运营商 包括做手机在线电商的密码 也是我们的客户 以及像专业的一些摄影头 它可以给你的客户的头像 图片拍得非常精美 呈现你的顾客 等等 所以作于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是去做一个 一款工具 再加上一个方法 加上服务的方式 去帮中小企业测试年龄 做一些实时代表 提升客户服务指令的事情 我们希望未来的客户服务 它是美好的 而不是大家的报约 甚至我们大胆的去预测将来 我们本下这样的一个面对中小企业的客户平台 我们以效果几倍 我们按照企业的服务的benchmark 你有没有达到 你的顾客有没有满意 你的接通率有没有这么高 那么相应的支付给我们费用 没有达到 第一 逼到我们自己不断的去赶进产品 提高我们对它的服务 所以 这个是美洽我们去做的事情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小伙伴 我叫海波 我们来自成都 我是一位免区创业者 我的合伙人 陈彦东 以前是资深的营销人 他来自澳北广告 包括我们的产品负责人 他来自于陶尔 我们的技术负责人 来自IBM 前端工程师 以及我们的视觉设计师 是原王志如团队 ZILLER的首席设计师 最后 这个是我来北京之前 下班 看到我们设计师 他下班以后的一个桌面 我想 我们这一群人 真是病得不起 谢谢 谢谢大家 这是每下我们在 前面里面的 参观的地址 以及我们的二楼 谢谢 谢谢 感谢来自郑都海国 有请我们的这个点评的嘉宾 来做这个CLA 你卖一个用户的话 你在这行业里面 竞争地位 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每下现在 在移动端的在线客户 目前我们已经 有超过一万家企业用户 所以说 在这样一个手机 以及SARS的 这么一个软件里面 我们现在 已经是国内的No.1 把这个一万家分几类型 比如说我估计这个应用上面的客户 是吧 像薄荷啊 这种 它本来就是一个移动端 这个用力还比较自然 跟那个应用单 就是那个APP没关系的 一个客户 比如像一些在线的旅游 在线的医院 对 他们获取的客户 是online sales的方式 我去投了大量的 百度的搜索网报 换了的链案 赶紧到我的夜面 我是需要用在线的方式 去和它沟通 转换成我的客户 或者订单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online support 我买 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客户 我有问题需要帮助 像现在极客学院 它也在用我们 它是解决它的程序院 开发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它的应用场景 可以分为 售减和售后 这两块 目前 每下的用户偏向你们受限 我们在美国 是rendex的投资社 对方是一块两次 那个 已经到了没有潜力 但是在美国 相对来讲 实际上 企业用户去收费 是比较容易的 在这边的话 一万多的领域 多少是在付费 另外的话 再来也不需要 你需要进行工程工的服务 在这边的话 你需要进行工程工的服务吗 而将进行工程工的服务吗 而将进行工程工的服务 就是这样 我们是按照作息收费 以及是表准化的SaaS IP 所以是不需要的工去和它进行服务和转换的 目前我们有300多家团队 已经是我们的收费的客户 怎么付费 付多少 按作息 就是按作息的授权时长 一个作息 就是Agent 就是Dendex的方式 一样 一千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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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的运营的 一些国营协议的 在这 请问一下 您在这个企业使用的这个 这个界面这方面 您最注重做了哪些努力 因为和现在讲一个客户来讲 它是一个土壁 2C的财品 它并不是一个 光是一个企业 内部使用的一个OA软件 一个财务软件 所以第一 我们的设计是以用户的用户为中心 我们会去改良 面向企业 它C端的这些用户体验和界面 包括对于客户来讲 它怎么去优化它的工作 让它的鼠标少 尽量的少移动 让它的眼球尽量的focus 到聊天的窗口 甚至降低它每天8小时 12小时 在使用我们这个软件的一些心理的压力 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和一些创新 但是今天可能时间有限 我不便去分享 我们如何去做到我们的产品 我们可以下来 进行一个分享 谢谢 您是否会对中国社交网络相关的机械方案 我们和社交网络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支持第三方的社交网络的用户 它的第三方的企业的平台 可以绑定到每家里面 当这些用户通过社交网络去联系企业的时候 企业可以快速的去想念回复他们 但我们并不和社交网络有直接的关系 而我们并不去做社交网络 时间也差不多了 下次我们可以反受一下 让我们的嘉宾在现场用美产系统来问一下我们的海波 感谢海波 谢谢 谢谢 我刚刚你的脑子激动一下 我刚刚你的脑子激动一下